今天本土案例一口氣 再加期 面對疫情再升溫 現在各地 尤其這些確診者去過的地方 都一定要嚴加的消毒 畫面上看到 新北市好多地方 馬上重點大消毒 有民眾就頂著37度的高溫 騎腳踏車 當然很怕感染 乖乖的戴上口罩 我們就實際來到新北一家百貨 發現還是有部分民眾 沒有戴上口罩 就在咖啡廳的戶外座位去聊天 但另外一家賣場 則是早已暫停了試吃 買水果也要戴上手套 新北賣場外 民眾就連騎腳踏車 口罩也都戴精進 本土確診 一口氣新增7例 民眾頂著37度高溫 好悶熱 還是乖乖戴上口罩 買電影票 不過來到咖啡廳戶外區 好幾個人圍一桌 聊得好開心 似乎忘記了防疫安全距離 回去之後或是外出 就噴洗手液 回到家之後就 不管是小孩子或大人 只要出氣回來 就是通通換掉 另一頭白貨美食街 民眾三三兩兩用餐 桌上設置一個又一個的塑膠隔板 還貼上告示 不過有民眾還在找餐廳 就悶不住把口罩拿下 而有人則是一吃晚飯 就趕快到洗手台把手洗乾淨 就是要緊戴口罩 然後那個勤洗手台 我覺得這兩個是最基本的 管理提升 其實應該是來越多難關 但是這兩週真的是比較緊張 盡量少來公共場景 如果覺得是假日的時候 不會來這種地方 民眾用餐完後加強清潔 不過來到瑞典家具賣場裡 卻是有民眾排隊夾餐時 口罩脫一半露出鼻子 還有人擠好冰淇淋 等不及直接開吃 因為我是專櫃人員 那我們通常遇到沒戴口罩的客人 或是因為小朋友 可能通常都沒有辦法戴口罩 我們就會請他把口罩戴起來 我覺得蠻可怕 因為我不知道你可能去哪裡玩回來 或是你接觸過誰 對 我還是會離他遠一點 他可能坐下來可以吃 然後我就會離開他這樣 取餐的時候 我如果看到有提供酒精的話 我也是會去 就是去給他用一下酒精 消毒一下雙手 連天天外面跑的外送員都提高警戒 新北賣場消毒措施也不敢大意 店員表示已經取消試吃 水果去旁也提供手套 避免民眾徒手挑了水果 又放回去增加感染風險 賣場加強消毒 民眾自身防疫也千萬不能夠鬆懈 東森財經新聞李子涵 黃富鄉新的報導 李子涵 黃富鄉 李子涵 我們可以看到